有点当头,我是维尔 只有哥叫,我是邱姐 天马行光,我是文杰 是的,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2月22号 三条二,不过今天是星期三哦 嗯,二二三 这样的话是要买马票的意思嘛 是啊,应该去买啊 喜欢这个买了呢 可能今天会中 是,我们不可以鼓励赌博好不好 所以赌博是一个不健康的习惯 因为呢,如果人家说十赌九输啊 很多人现在就是钱太多 多到可能就是赌博可以当饭吃 嗯,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 呃,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赌徒呢 就他们,又怎么样 就是他们可以赌到 呃,不管外面无日无夜 他们也不知道外面最近是几点钟 你有去,你有没有去过 我们马来西亚非常著名的赌场吗 在山上的应该有去过吧 有,有没有试过在晚上半夜 还进到里面去那个赌场 有,最喜欢就是半夜进赌场 为什么呢 各种现象都看得到 啊,对,真的各种现象 你看到人家躺在那边睡 而且,我据我所知 有一些人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了 嗯,他们可以赌一整天 甚至吃都不是问题 即使赌场有提供这些吃给你 简单的吃 他们都不在乎要不要去吃 嗯,所以赌博可以饱 这是,这是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种是一种精神上的 精神粮食 对啊,就好像宗教那样 他用精神来喂饱你这样子 但是呢,其实我们肚子还是会饿 是,但有些人不会啊 或者是,呃,呃,不是说不会饿啦 或者是我在觉得说 像,呃,如果把一些食品 他们吃,如果吃在嘴巴里面 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或者是过期没有过期 十之五味 对啊,如果过期食品都可以丢给他们了 你看在丹麦呢,就有这个首都的 丹麦首都科本哈根 他们有一间专门啊 售卖过期食品的超市 那去年开张后呢,就很受欢迎 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二间 甚至大排长龙 能想象吗 就是卖过期的食品 你敢吃吗 呃,可以啊 OK,因为过期食品 我觉得它没有过期 但是它是依然还可以吃的 还没有过期 还没有过期 过期食品 还没有过期 过期食品是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有些失误 它其实是 它的过期食品 例如还是在12月12号 其实它的过期 可能它的真正的到期日期是 可能是20号之类的 也许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我记得有一些在从事 这个食品业的朋友告诉我说 就是 Best Before和Expired Expiring Date和Best Before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Best Before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食品呢 它在这个日期之前 是最好的食用状况 过后呢 它没有跟你担保 几时是坏掉 就总之在这个Best Before的日期之前呢 它可以跟你说 那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如果是After Best Before的这个时间 那就 它没有跟你保证这个质量了 Quality没有保证了 但是Expiring Date的意思呢 就是说 超过这个时间呢 它就属于过期 换句话说 这个可能就是属于坏掉了 有这个可能性 意思是有这个可能性是坏掉 所以你们要看清楚 就是这个食品 如果它放Best Before的话 那换句话说 超过这个日期呢 可能也没有问题 只是说它没有那么新鲜了 它不是坏掉 但是Expiring呢 就是它有可能会坏掉 是的 那其实根据美国的这个法律呢 就是Best Before呢 就是给那些好像是 那种干粮啊 那种Best Before 那Expiring呢 就是给那些 像是罐头啊 又或者是生食类啊 这些 那我想请问在座的两位大帅哥 你们吃过这些过期食物吗 有啊 真的吗 有事吗 你看我可以坐在这边跟你说话 应该还活得好好的 没有啊 就是之前 你吃了过后 有没有好像肚子不舒服啊 这些的 没 我自己本身倒没试过啦 因为像你说的那些 我通常挑的都是比较 是写的Best Before的 然后超过也不会超过太久 比如说可能超过一两个星期 就是我看它没发霉 也没怪味 大致上都还可以吃 我就不在意啦 我可以吃的 然后 但是如果那些Expiring呢 我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就看它是不是 已经状况还好 比如说像有些面包 对不对 面包它会发霉 你看得到 对 那个 那个有些还没有到那个日期呢 都已经开始有一点不新鲜了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可能就不太敢吃 因为那些霉菌你看不到 有些当你看到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长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些霉菌啊 如果长得很少量的话 其实是看不到 你看不到 其实它已经长了 但是刺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了 那可能如果少量刺下去 还问题不太大 如果身体抵抗力还好的话 当你看到那些霉菌 就是你看到一堆青筋的时候呢 它已经是长得很茂盛了 所以刺下去就 那个毒性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说回这间超市 它卖的一些产品呢 虽然说过期 但是应该还可以用 所以它就以一些比较低廉的价格呢 就卖出去 那当然有一些人士呢 会觉得说 这样子还挺好的 不会浪费食物 然后又可以让一些比较生活 收入没那么高的人呢 也同时可以享用到这些食物 是的 那其实这些什么 其实都是在保护这些消费者的权益 但是其实很多食物呢 也因此这样子就被浪费掉了 那根据这个VF的团队呢 他就说了这个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当中 就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是被丢弃 同时却是有将近十亿人 每天呢 是三餐不断 三餐是不定时的 因此呢 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可以造福这些低收入的人士 也希望呢 这一个社会呢 可以关注这些被食物浪费的这个问题 没错 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呢 早前就有一个报告 就是说 听啊 全球每年浪费近13亿吨粮食 这13亿吨粮食呢 它的概念是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你给全球饥饿的10亿人口吃的话 它能够长期喂饱他们 所以你能想象吗 就是我们浪费的食物有多少啊 那这些食物 我那天才看了一个 才听了一个一个 这个讲座 他们就是讲座中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其实我们全球人都讲 未来会粮食短缺 粮食短缺 其实这个发生的可能性有多高 粮食短缺的发生可能性有多高 你们觉得 我觉得会蛮高的吧 其实是蛮低的 真的吗 对 为什么那么说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浪费的食物 全部就是讲 我们可以 可以把这个浪费的食物的这个量减低 比如说可能甚至降到零的话 那基本上不会有饥饿的问题 不是粮食短缺 应该说饥饿的状况 就全球饥荒的状况 能够解决饥荒的问题的话 就是当这些食物不被浪费 你想想一下13亿吨 你看全球饥饿人口10亿 那这13亿吨可以喂饱10亿的饥饿人口 那如果是这个13亿吨可以省下来真的喂饱他们的话 还有饥荒的问题吗 还有饥饿的问题吗 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 所以问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常常是在浪费食物 问问自己就好 比如说其他人 问问自己就好 我们的盘中餐 有时候是每一餐我们都吃得干干净净 是不是吃不完 就是不要拿那么多 还是很多人都很贪心 我觉得就是太多人 我看到了身边很多人就真的这种状况 拿了不吃完 再不然就是很多时候就很浪费的那种 就很长一两口就不要 长一两口就不要 这个现象不单只发生在中国 我们常以为中国很浪费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浪费的人 美国也是一样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最浪费的食物可以养活多少人 你没有想过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大家都必须在这个点上 要真的是要好好的处理 或者是不要浪费这食物 是的 像是你看 就是南苏丹的具有半数人口 也就是将近五百五十万人 就是因此面临饥荒了 那为什么他们面临饥荒呢 是因为他们其实深陷着内战 那星期一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宣布 位于联合州的两个县 已经发生了饥荒 有超过十万人受灾 那当军就警告说 如果假设粮食供应 没有得到改善的话 那到今年七月 有全国半数人口 也就是五百五十万人呢 都会陷入饥荒 那上次我们报道的时候 是这个韦瑞尼拉嘛 韦瑞尼拉也是闹饥荒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呢这个苏丹也是面临一个这样的这个问题 那不只呢是面临饥荒 那还有这些人民的流离失所啊 那土地在肥沃呢也是没有办法的 收生 对 所以你看啊 除了这个饥荒的问题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战争造成的 那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人民就面对这个面临水深火热的一个状况了 你没有办法去工作 没有办法去耕种 然后同时呢你要出街出门你也怕 那到最后呢怎么样呢 就是只能够靠一些在家里附近这些 可能跟踪一些小龙一些农作物过火 或者甚至可能是偷抢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为什么在战乱的国家呢 那些地方呢是是你 我们很难想象的 因为我们不是处在这种环境 那如果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自己就要就会担心 怕自己身人身安全啊问题等等 但是你看说回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饥荒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我觉得饥荒天灾人祸都是 它是一个循环 刚刚像你所说的嘛 这个饥荒问题以后会不会就是解决 就是闹饥荒 我觉得就是在人它无止境的去开采了以后 导致就是你只是开采而没有去回馈这整个世界的话 这个地球的这个大自然的话 那自然而然我们就会闹饥荒啊 所以饥荒是人祸 对 它不是天灾 虽然说你看有旱灾有水灾等等 但是它不是同一个时间全球发生 我假设今天可能某一个国家 它发生了水灾发生了旱灾等等 它没有农作物 它食物有问题 但是其他国家再浪费食物的时候 这些食物是不是如果省下来把它运过去 就解决了别人饥荒的问题呢 对吧 所以我想说就是 这个饥荒很多时候是人为的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你说战争也好 战争也是人为的嘛 对吧 对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些这些以前的这些哲学家也说过 人会导 那个人类会灭亡呢 很多时候是自己造成的 不是天灾 不是这个什么什么大什么的行星撞地球啊 什么之类啊 我行撞地球会这样可换偏 不是 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没有 根据科学的计算可能会发生 但是更大的可能性呢 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再转个焦点看看一下在亚加达的新闻 那印尼呢 有将近万名的穆斯林呢 在星期二一直昨天的时候 去前往印尼国会 去示威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国会 政府呢 把这个涉及宗教亵渎案的亚加达省长中万学 停滞 要求 就要求司法单位呢 立即逮捕中万学 嗯 是 那这个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呢 也说了 这个警方已经接获 发起示威活动的印尼穆斯林论坛通知 预估呢 是有一万名的群众将会参与当天国会前的这个示威活动 那这个博弈呢 也就是这个发言人呢 也抗 也呼吁 抗议群 抗议的群众呢 必须要遵守法律 维持示威活动和平进行 那这个 如果警方呢 是发现有所谓活动期间 有不法分子 采取暴力 或者是违法的行为呢 警方都会要求活动负责人承担负责 那但是呢 现在呢 其实这个 他们现在在选手掌嘛 那其实中万学的这个票数 其实是领先的 领先 那两位 另外两位的这个候选人 那现在呢 就是爆发这个 有将近一万个人要示威 要求中万学入狱 我在想 这个中万学的这个支持者在哪里 中 呃 他支持者呢 可能 当然 随文和派 肯定也包括穆斯林 因为印尼大部分人口 有90%是穆斯林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个中万学的票 可以领先的话 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 他的这个知识当中呢 也不乏穆斯林 是非常多的穆斯林 那肯定的 这个 有些人要求他要去被提控 甚至可能要把他关了起来呢 原因我觉得只有一个 不是在于 他是不是侮辱这个 这个 而是 这些都是政治手段 是的 这是要打击政敌 这么来说 对 那当然他可以借助 呃 这个 复利堂皇理由啊 说因为他亵渎克兰金啊 所以呢 你就必须把他关起来等等 但是看回去 之前所谓亵渎克兰金的罪 到今天为止 法庭还没有下判 究竟中万学有没有罪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他还是一个自由人 他可以参加这个选举啊 等等 甚至可以接受人家的这个投票 那就你没有理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又又呼吁人家把他关起来 那法庭都没判 你凭什么需要人家去关起来呢 嗯 但你有一个有一个可能性来 就是说如果真的 他当选过后 法庭才判 他有罪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那我到时 我也不知道到时他们会怎么去做了 也许是他有几种可能性 就是说可以撤掉这个中万学的这个职位 OK 中万学的这个职位 然后甚至可以把他关起来 然后重选 可能是一个 再不然可能有一个带审长啊 什么就带另外一个代理审长啊 还是怎么样 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嗯 是的 只是说呃 现在起码这个状况呢 如果是以公平呃 这个民主的角度来看的话 理论上应该呃 不应该先把他关起来 就就看那个法庭怎么判 嗯 就拿拿拿拿回来看 我们买一下例子也好吧 就好像安华的事件也差不多是一样 对不对 我们会常说这个安华事件不公平不公平啊 还是怎么样 其实就就以一个 如果是一个民主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看呃 我们必须首先先相信一件事情啦 司法 它是公正的 OK 我们必须先先前提是要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怀疑司法的公正性的时候 那无论做什么都好 它都 它都是属于一个不能被接受的事情 就人民会觉得说啊 你判的不对啊 你可能偏袒某某方面啊 这样子 你就偏袒的事情 谁说的 谁能够说的是一个标准呢 你说偏袒就偏袒嘛 嗯 谁知道对不对 是的 嗯 那其实我在想说这个 呃 印尼呢 它会不会好像就是因为这些示威的活动 造成一个压力 造成这个呃 这个法官呢 就必须得判从完全入狱 我不敢说啦 就是我不敢说 因为毕竟我说了司法这个我们必须 司法本身必须是公正的 对 但是他也是你看哦 司法他必须公正 但是执行司法的是人 不是机器 OK 所以他他他他他会所谓有法内情 法外情 有些是他必须要放要衡量那个那个重要性 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每一次在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 或者是在这个呃应该说什么审判一些案件的时候 会有评审团 他不是由法官一个人做主哦 然后会有辩护律师 还有这个控方律师 然后评审团呢 还要去看 你看这些评审团都是来自于世界 呃 社会上的其他人士 他不是这这这他们认识的一些人 所以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不同的这个来自不同背景 然后不同的专业的呢 原因就是 要希望这整个审判的结果是属于一个公正的 是属于一个合乎司法精神的呃 呃这个审判这个结果 嗯 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法官或者法院 那我应该这么不应该说法官 是说法院会不会到最后 因为受到这个压力判中案学有罪 呃这个我觉得有所保留啦 因为毕竟 有时候我们看戏看多了 我我我我我想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但是他有可能司法也会被暗中操控 这可能性不是说不存在 它是有可能存在的 嗯 那我相信如果这一个真的是 呃被暗中操控或者是呃因为这个司法呃因为这个人群压力的话呢 那我相信呃把呃把中观学带入狱的话 我相信这个对于这个印尼呢 他要这个选择这个呃 这种民主 然后对于宗教呢 还有这个信仰呢 放放去一边 然后只是是一种打脸的行为 因为其实在印尼的他跟马来西亚比较不一样 那马来西亚的话他会有一个马来人特权这些 但是身为一个这么多穆斯林的国家的这一个印尼呢 他们其实并没有这个穆斯林特权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因为中外学不是穆斯林 那因为中外学他吸毒克兰金等等这些做法 而把中外学带入狱的话 我想是对印尼的这个民主精神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其实所谓的民主呢 在整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国家是执行百分百民主的 即使是美国都没有 你看美国啊 现在呃昨天二十号 呃应该前天吧 二十号呢 是他的这个美国总统日 对 那美国总统川普 他就他就已经在职位超过应该超过一个月了 很多民众呢 呃在纽约 在华盛顿 罗斯安吉利这些大城市呢 就发起了一个这个抗议活动 什么抗议呢 not my president 他不是我的总统 你看民主 我们刚才才赶紧才说到民主 那那Donald Trump 他是通过民主的这个选举方式 被选出来的一个这个总统 但是偏偏 你还是有人不能接受他呀 你还是一样说他不是我总统 我不要他 我要重新选过什么什么 那你你怎么去定义民主呢 他的民主是 在美国的民主呢 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有什么特别 他特别现象在于他特别多生意 我应该这么说吧 所谓民主的定义呢 每一个人不一样 就是只要符合我的意愿 他就是民主 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对 我想要东西只要满足我 就是民主 你不满足我 这个就是不民主 因为在美国他的这个自由发生的这一个精神呢 已经是深入骨髓了 所以只要是对于他自己觉得是我非常不爽的事情呢 他就会就是speak out出来 像是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位女学生 他就在说他的这个大学 在美国的这个大学 他就说他的这个女生出色呢 每天都非常的乱了 像是这个种族 如果跟那个种族吵架的话呢 这个种族呢就会不爽 然后就开始发情 然后就是 他觉得这是美国的一种病态 美国社会的一种病态 只要是对于自己不利的事情 他们叫示威 这个不单只是美国社会 我觉得放逐世界皆准 你在哪一个国家都是这种状况 严格上来说 但是他们的这个示威 好像比我们的示威来得更容易 他们是比较普遍 我说示威比较普遍 但是民主也不是靠示威来定义 他民不民主 不是说你可以上街示威就叫民主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民主状况呢 很多时候是依照自己的定义来解释 来尝试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何为民主呢 那对每一个人来说是 只要符合我的意愿就叫民主 你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话 这个是名个屁 什么民主 民主 你根本是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嘛 所以何为民主精神呢 说穿了 说破了 其实是很自私的 是 就是我要的东西 你符合我 他就叫民主 现在整个世界都这样子 但实际上民主精神 是不是这样子呢 老实说 没有人做到 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真的做到百分百民主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你去到百分百民主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会不会大乱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内心邪恶的人士 就利用这种内心善良 一直要 有时候甚至呢 他们会提携这个所谓的民主精神啊 套用这样子的东西来 来限制其他人 是的 那就是也是利用呢 这一个一样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国家 如果你太多声音的话 那确实就是 会整个很像大乱这样子 像是你看这个总统选出来了 甚至呢 他们把这个总统日呢 定为要把这一天变成反川普的日 就是你 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声音太多了 然后你一个没有办法好好去镇压的话呢 你确实会弄到整个国家大乱 然后甚至把整个国家给分裂掉 是 所以 民主啊 你 再想想看吧 你们怎么去诠释你的这个民主 是真的符合这个民主精神吗